一进到华联市公所门口总能看到蓝色背心的职工大哥大姐 为民众给予洽工方向或测量体温 而日前举办联系会议 市长魏嘉贤出席感谢20位职工长期付出 也期盼透过会议交流 共同让华联市公所为民众带来的服务越来越好 不论晴天雨天 深处蓝色背心的职工大哥大姐 一定准时到华联市公所报到 进行为民服务的工作 华联市公所快乐职工服务队 日前在市公所三楼会议室举办联系会议 有行政室主任雇银群主持 市长魏嘉贤左蜜翁美华一同出席 感谢志工们长期以来的付出 8.4号这个是其他三楼公所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明确 当时候一级必有的时候 我们就把变二级的时候三级 二级三级的时候 我们就有做相关的一些很明确的一个规范 比如说图书馆也好 或者是一些场馆关闭 那其实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志工 可能来做值班的一个部分 可是也谢谢志工的配合 那甚至连足够解封的时候 那些志工回来的时候 也是大力的配合 做一些防疫上面的工作 其实让我们减少很多的成立上面的一个支出 那也让我们的民众都更安全 那再次要代表外的志工所的全民工 谢谢我们志工 大哥大姐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那也希望未来的新的一年 疫情真的不够趋缓 让大家想要去外地走走更安心 那想要出国的能够如愿 再去国外走一走 看看里面的风景 那也期盼未来的里面 将退出后的生活奉献投入各单位 从疫情警戒到疫情缓解 又将面临疫情紧绷 协助公所门禁管制量体温的工作 不仅减少公所能力支出 也让民众更安全 志工所防疫有成 市长代表全体员工 感谢志工大哥大姐 也鼓励志工们跟行政室联系 志工所会提供畅通无阻的沟通管道 一起让花莲市工所 为民众带来的服务能越来越好 记得讲邦远花莲市报导